姚元昊随堂分分合合扯不完 两人分手后 最近又被曝同游海岛复合 女方在脸书上携跟爸爸去玩 巧的是男方也跟剧组请假四天 姚元昊今天陆明市新兵进行曲 这座单位出面党媒体 场面混乱 但他的解释是 四天假最重要是我要去上海的发布会 去上海的那个SD5的那个芯片发布会 因为他们在北京刚好 是这四天的假期 所以刚好请假的是这四天去上海 他跟隋堂练琴吵不完 今天又被平面媒体报导 之前跟王兴林去墾丁 也并非巧遇 有读者募集 两人是一起坐高铁南下 但他再度否认 现场节目人员还猛催录影 更让人觉得他诚意不足 巧遇巧遇 没有没有没有 是巧遇的 我觉得天马行空很厉害 真的 姚元昊恢复单身后 感情生活一直备受关注 但对象始终围要在隋堂 现在又杀出王兴林 三人关系让人物理看花 只是他回答不腻 恐怕观众都看腻了 一电视黄德贵蔡玉贤采访报导 感谢灰玉贵蔡玉贵蔡玉贵庭